開始 中和國小學生傑出的碟杯表演 讓基隆市議員莊敬盛和中正獅子會會長成學人 也一起下場學習如何玩碟杯 並且現學現賣和學生們來一場練習賽 好 開始 有感於位在基隆市淡白區的中山區中和國小 需要更多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持和關懷 因此在基隆市議員莊敬盛牽線下 國際獅子會300F區基隆中正獅子會 特地捐贈15萬元的社團發展金 由會長成學人代表捐贈給中和國小 由校長賴立文代表收下 協助中和國小學生社團學習所用 也讓中和國小由衷感謝 很多學生他們就是因為沒有經費 對 就沒有能力 所以說學習上就沉思不齊 所以說剛好校長來跟莊敬盛議員來引導我們 那我們就是有能力盡量去幫助這個 算是屬於比較弱勢的偏鄉的 雖然15萬元對於學校來講是非常龐大的一個數字 一般很多社福金大概都是一萬兩萬 但是中正會真的很棒 一次就是大手筆15萬元 希望我們所有的小朋友能夠有更優質的一個學習空間 能夠健康的長大 我當校長甚至有感覺就是政府的資源給我們 我們可以把學校帶得很好 但是如果說有民間的公益團體社會資源在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孩子們像那個就是可以讓他們再更勝一籌 然後可以讓他在別的學校裡面可以更突出 中和國小也計劃將這筆社團發展金 用在補助學生參加科技和美語課後社團 所需要的失資終點費和相關費用 減輕家長培育學子的壓力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 記者吳俊松